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甜甜这个事在香港我看好多人的报道 你们对他有什么了解吗 我本来今天打算出门的时候 打算输这么两个辫子出来的 后来我觉得自己输得了 我都看了自己没有勇气 我们公寓那保安的 我觉得别人的眼光我都受不了 所以你看他长年的 所以我今天最后输了一个 他在晚年 比较来北京参加人大 他输的这么一个头发 别人还是觉得我很古怪 可能本质上就像他那样的人和我这样的人 有什么共同点 共同点是 不同点是很大的 他是富豪 我是穷人 但是共同点 我觉得就是 都是那种 因为我特别喜欢和欣赏 尊重 能够有自己方式选择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按自己的那一套来的人 我特别喜欢那种 因为我也是这种人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人 至于说大家喜不喜欢他 我说只要你喜欢钱的没有不喜欢他的 因为他就是钱 他就是钱 哎呦 而且但是他这钱 他这辈子 我觉得自己个儿也没花几分钱 对 吃肯德基 什么的吃粥 哎呦 那个节省 你知道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他在近些年来去世的 超香港的超级富豪当中 按照他的遗嘱啊 这个这个炼葬 是最平实 最简朴的 说是那个棺材 当然照咱的标准也够贵的 据说是28万港币的一个 那你在他 陶木官 财产里面的太小一点点 是是是 就是说对他来说 还是省了一辈子 他们夫妻俩都省了一辈子 对 我听说他这个每月的生活费 自己的生活费 3000港币一个月 上海人的美德 就是这么 一天100港币 就是他的生活费 他这么有钱 还这么 我做过小甜甜的节目 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过一个人的分析 就是说 有时候 你看 我跟你说 你看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就是他的表面和他的内在相反 就这么 比如 所以他就分析 说人家这种形象 在哪 都看高高兴兴 穿这个娃娃裙 说 这是不是恰巧说明 内心深处 不是这样 对 我们也知道他操劳了一辈子 知道他厌弃以前 还在打最后一场官司 他那个城门还没有结束呢 你既然人 就是说肉体已经消亡了 那咱就不用往下打了 就是进入另外一个诉讼程序 我也知道 我的身边有一些朋友 你知道 小甜甜他主要的财富都是 基本上 绝大部分是来自跟他的家翁 就是他的公共 打那个 他丈夫留下了那部分 王德辉留下了那部分 我身边有 一个朋友 也是 因为跟他打官司 从他那边赢了钱以后 上了中国富不死榜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是 赤柜财富总量的均等 不是到你口袋里 你口袋里挖出来的给了你 除了我自己是没有被均等过 所以 你看所有的这一切 我就想到 乱哄哄你方 创罢我登场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他最后他自己什么都没留下 一儿半女 好像把很多钱的留给信托基金 做慈善医疗教育的用途 癌症 妇女癌症的研究 因为它是子宫癌去世 卵巢癌吧 卵巢癌 我就觉得 我有一个固执的一个偏见 可能 我老觉得癌症都是心情欲解所称 当然影子又提供了一个妇科学的解释 说是什么 妇女系统的癌症 像子宫癌 子宫颈癌 梅艳芳是子宫颈癌 都是跟未能生育 年续以高未能生育 有很大的关系 不你就说这辈子 我为什么老想起他 你想当年他跟他老公王德辉 世交都在上海 后来小甜甜他们家搬去香港 我很了解他 后来小甜甜孤身一人跑去上海 就结婚了 夫妻俩当年在香港是有名的 就是勤俭 勤俭创业 好家做下那么大的家业 但我就是说这个女人 好像挣那么些钱 然后到最后后半生 基本上是跟公公打官司 争产 这中间还一度出现他败诉 要有面临坐牢的这种威胁 你想这个心情 这么多的钱 这一辈子到最后多拧吧 跟公公对簿公堂 而且这么大的诉讼 我看大概是加起来将近六个亿的诉讼费 两边加起来 他跟他共同 他公共两亿六千多万港币 他三个多亿 加起来六亿的诉讼费 你说打这么多年 对啊 所以实际上他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感觉 但是外界的人呢 就跟看戏似的 这么去观察一个人的一生 比如说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家庭生活不太幸福 那么于是后来他的心气 他又要强了 会不会向另一个方向表现 比如像高楼 要建108层 这全什么香港最高的楼 最后因为是政府限制高度 所以变成两栋楼叫如兴广场 搞这种东西 我非常同意你说 我们现在对他的一切的猜测 觉得他很怪 觉得他有那么多钱 然后是三千块钱 从来不去美容院 一辈子没有修过一次支援 我还一年修一次呢 就我那穷人 你知道吗 但这一切都是我们外界的柴渡 我们在这个山外 我们去柴渡山里面的事情 永远是不知真相的 也有可能一种情况 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有的人终身就是以挣钱为职业的 他不干别的 就职业的挣钱家 他就是以这个东西为职业的 他很简单 他所谓打官司 他也是人之常情 人争一口气 他觉得那个钱应该是给他的 很简单 只是我们把它神化了 觉得那么怪 很多的怪是因为那两条辫子 引发出来的 从一个 我讲一个细节 妇女 妇科 妇科细节 你知道他最后 他不能够生育 他因为他只有一个干儿子 没有自己的孩子 据说的判断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服用了过量的避孕药 导致的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让我就有这么一个奇怪的联想 不是很恰当 但是你看这就是一个乐极生悲的东西 乐极生悲 你知道吗 一切的东西都要为曾经做过的事情 去付出代价和报偿 就是一个源源相报 这个一个因果凿相的一个东西 他有那么多有钱 然后他又变成了一个那么辛苦的人 最后撒手人寰的话 这个一切都是灿烂归于平淡 好像有某种联系 我看他们看何鸿燊 他讲何鸿燊说 他就是太节省了 三年有病都不去看 但到底是不是因为节省 但是就是你说这个乐极生 官司最后打赢了 跟公共争产 打赢了去检查 卵巢癌第四期还是就末期 你说这个 破散 真是 我跟你说乐极生悲 我们家族的就不能过分高兴 我从小就感觉到 这就乐极生悲发生在五分钟之间 我们家春节 不能全家狂欢 一狂欢的孩子肯定叭唧一娇 脑袋摔破了 经常每年都出这样的事 你知道有一个 所以我爸最爱教训我们的 一看谁也太高兴了 乐极生悲 跟那个心电图一样 那个心跳 那个曲线上到 那个伽马值上到一定程度 它一定要下来 所以你知道德国是一个理性的民族 在德国有一个 我看过一个音乐剧 他讲的这个过程就是 就是这个咒语 这个快乐就是一个咒语 变成 你不能快乐 你不能够歇斯底里 然后这个厄运就会降临 有这么一个 特别特别吧 这点五迷三道的有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觉得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说 有一个人的理论 现在说 说起来都俗气了 可是我想来想去 还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当年我们特爱说 马斯洛 马斯洛 什么心理需要 五个层次 我现在觉得 我过去安慰自己的理由 都不能再存在 因为特别没办法 比如说好 生活不快乐 对吧 那么于是老是提醒自己 是不是我忘本了 是不是我迷失了 我当年为什么走上这一行 我为什么去香港 不就是为了工资高吗 现在工资比当年在广州高多了 温饱都不成问题了 你还想什么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所以说知足才能常乐 可是我现在发现 就这种不能忘本的这种理论 宽慰不了我自己 就是没办法 人就最基本的需要温饱 饿了的时候 你干什么 都也没有什么谴责你的理由 对吧 就是动物一样 你就是生存 可是还真的是这样 你有了钱了 咱就说该知足常乐了 我比很多人都强多了 可是不实际上 你心里感觉不是这样 你还是不快乐 这依然是在没钱的时候 揣测 揣度有钱的时候的状态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有钱 原来也讨论过 有钱跟快乐 没什么直接关系 花不了等号 但是你比如说知足常乐 我过去也 其实我现在觉着 我其实特知足一个人 但是我也有很多不快乐 就是说不是一个 因为快乐这个东西 太难界定了 就是你怎么就快乐 瞬间的快乐有 但是快乐永远不能永恒 但是我回顾我的前半生 就如回顾公如心小甜甜的前半生 他的前半生 其实过的是比较一帆风顺的 你知道 然后他甚至他的婚姻 都是指腹为婚的 青梅竹马的 然后他在比较中年以前 就打下了基础 财富的基础 你是念念不忘马斯洛 我是一个范 我是一个弗洛伊德理论的滥用者 就是我 所以弗洛伊德总是说 一个人后半生的事情 是折射了他前半生 特别是童年的一个性经历的话 像他这样的人 前半生他几乎就是锦衣玉食的 一个上海的名门出身 然后到了香港的 然后就是婚姻 然后到了后 我觉得他 他这辈子该做的事情 早在前半生 某一个时间点上已经完成了 后面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积攒财富 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 对我们这样的俗人 对我们这样的没有钱的人 觉得这个是我 我每天我都要想的 睁开眼睛 我就想今天出场费 但是对他来说 他可以有可以没有 今天近两个亿还是两百个亿 对他来说不构成问题 他依然按照他的方式在活着 吃萝卜青菜 不上美容院 没有 其实我倒也不完全同意 就是我觉得他的财富 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也都说 就是一个数字 因为那个数字的增长 对他来讲 是他生命的一个动力和延续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 你做这件事情 你的那个赚钱的那个数字 每天在做减法 和每天都做加法 对你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 尽管你不需要那个钱 直接那个钱 我们现在这些穷人 像我们这些没钱的人 我们的快乐 你还敢说不许哭穷 观众该骂了 我们都是心腹阶段 对我们心腹 像我们这些人的快乐 对于钱的概念 还是在于花钱的这个阶段 就是自己能花多少钱的快乐的阶段 对不对 我们并没有把钱完全做成 变成数字 就是一个数字的游戏 我们就是到了 到了商店里 我们直接拿出现金来 要买上 我们的快乐 很多人的快乐是在这个过程中 花钱的过程中 是是是 对吧 这是一个第一件 我那天开心发布会 就听那个史玉柱 他说 听着我心里就恨 人家因为人家有人问他 说你很快就要付好榜了 什么的 他说这对我来说 那这个钱我也花不了 那都是股票或者什么 那都是账面上的一些数字游戏 是个数字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 我可没有 我那钱都是要花的 所以有钱人不快乐在哪了 我记得香港还有一个很大的富豪 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港币是什么样 因为他去哪买单都有人签字 他也不 当然 所以他的快乐在哪了 他没有咱们这种花钱的快乐 但是我觉得咱们也不配说人家没快乐 他有他的快乐 就是快乐的不一样 说到意思 那是更纯粹的数字的 一个零零零的快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的 我情愿保有我的那些小小的快乐 就是今天我能够挣个几百块钱 然后可以去买我 不知道什么是更好 而且你真的我跟你说 可以见证 就是说这个财富一旦巨额之后 实际上会对你的家庭关系 对各方面产生影响 不管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比如说这么大的一块财富 所以你才会说 女婿 不不不叫女婿了 这个儿子给绑架了 然后公公跟儿媳妇打起官司来了 你说这个事 这要落到咱一般小老百姓人家 觉得这是一多惨的 多拧巴的一个事情 而且还闹得全港城中话题 近人皆知 人人都在说 你说这个 大概是快乐的 与人斗其乐无穷 斗了一辈 大概是快乐的 不过您是这个死亡问题专家 是我呀 死亡克星 然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是不是人都得走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自己这一辈子 快乐不快乐 才用勇气去承认 我这辈子过得快乐不快乐 当然也可能没人诉说 你知道 我觉得这次去上海 我见到一个白领公司工作的朋友 他跟我讲 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说呢 他说我们老板夸他们老板 说我们老板啊 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说你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完美 而是要比完美还完美 那是什么 更完美 就就那意思 你看 但是听在我的耳朵里 我第一反应就是说 你们打公仔挺惨的 就是说 你会形成一种强迫症 就是常年的这样要求 你说现在的白领阶层 他容易形成一种强迫症 就是说不能出一点错 不能出一点错 有时候你看 你跟一些上海的这个同事啊 合作 我就会发现呢 周要要老是说 他不是就是周到 细致 对你也很热情 就很好 可是呢 其实你还是觉得呢 这个城市有点冷 为什么呢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他是陪着小心做人 他是小心谨慎做人 千万别出错 别出一点错 但是你知道这人要是这样 整天长时间 你像他那白领 一天十几个小时 长时间这样的话 会乃至于他就说嘛 他说对啊 你说的对 我后来在生活当中 也就发展到 锁车门必须的 杠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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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下 这个锁家门 必须给杠当两下 晚上睡觉 两双鞋 必须得摆成某一个形状 那这种强迫症的 就给延伸扩大 后来我说 我说我今年才卸脱下来 后来他赶快就问我 他说你怎么解脱呀 我说解脱就是说 就是你得一遍遍跟自己说 就是这事没有那么重要 人生百年连百年也没有 就是说他没那么重要 他是过眼云烟 后来我说这也不是 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有一个方法 就我一旦碰到一个挫折 或者出错了 我脑子里会提醒我怎么想 一个月之后 不要说一个月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这件事还是事吗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好像心里能抽离一点 也的确你发现没有 一个月前咱出那事 现在是什么 有时候这样是不是 能让自己轻松一点 别给重压之下 弄得那么强迫症 时间是化解 但是你是很幸运 大部分人在当代的社会当中 他跳离不了这个怪险 你就说白领 他可能真的是在 闭眼的那一刻 他强迫症 你知道我都想象 他发展到恶性到什么程度 他闭眼那一刻 在想总算好 这个月的房贷 我已经还了 你说的 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 就好比说 你比如说很多打工仔 很多人 他发出的口号 他发出的理想 后来我明白了 是资本家的理想 但是你 你作为一个打工的 你的理想 难道真的是这个吗 难道你 你不是希望自己 假期多一些 挣钱多一些 生活能够过得好一些吗 但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过去古代讲有句诗 说一将功成万古枯 那么你想当将 还是想当古呢 我后来琢磨琢磨 我觉得这俩我都不要当 其实有些资本家 企业主 他可以把员工训练成一种 这样 他就训练出来 训练出来 训练的最后告诉你说 我们是一个精英的团队 你们是精英团队的一份子 于是就把那些个性 最后变成一个共性 然后就去统一的一种强迫症 统一强迫症 然后这个集体完全是在一个强迫症下去 完成各种攻坚的任务 你知道我确实 对 这个是被训练出来的 就跟我们打仗说训练特种部队 就是老板本人 老板本人也有强迫症 你以为他们有强迫症 他就是那么训练出来的 你知道这是我想 我去见过那种企业的年会 我去过一个 把我惊着了 你知道吗 就最后全场 全企业的员工 喊口号 唱歌吧 一定要达标 一定要达标 我说这是干什么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赢了 对啊 你刚才说的 你别说我们楼下那个超市 每天开典以前 所有的音乐员排成一排 还唱歌呢 唱那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我说我就买颗白菜 你感恩我什么呀 这个完全就是一种 置换的一种企业管理 你说这个深行 挺有意思 他这个 我想可能他们老板喜欢这个歌 还给这个空姐 要跳舞的 你叫做深行 我这好意思 感恩的心 捧着心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 其实老板自己也在 这么唱 你刚才说的这个老板让他们 其实在全全球化的当下 这个环境中 我觉得这是已经没有帅和将之分了 每个人都是眼足 这盘棋里面的眼足 真不知道谁是操作的手 就是变成一个集体无意识 跟着走 所以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事 所以说我觉得最近 不管是王小波还是小甜甜 其实咱就说那什么的什么的话 他就是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 对吗 就是说你活着为了什么 有时候咱们 你说社会上 我觉得有种种的气场 像咱们这种墙头草 很容易就被煽动过去了 好 你比如说 你说咱们要健身 我就进去了 你说咱要学英语 我也就进去了 可是 真的需要有一个时间 想想我是什么人 我这辈子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很对 你很正确 我很钦佩你 可是我要不要变成你 我是不是你 可是小甜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是我们的榜样 他至少知道他这辈子活的意义是什么 增加不停增加后边零 我就不知道我活着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搞音乐剧 有人要看吗 我跟你说 也许是上去下不来了 你知道我在当年就听说 基本上都是上去就下不来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比如说 你像当年京剧的名角 养着一个戏班子 你不能说你火了 你挣着钱了 周围一帮人指着你吃饭 我记得当年好像他们说过 成龙也就是这个 你让成龙要就说他个人的钱 早够了 可是他一个公司 多少人跟着你这么冲杀 这个班子 你得继续做下去 你知道吗 其实对 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 他也做事业 他说我不能不做 他说我一天睡四个小时 我为什么 其实已经不是在为我打工 对 我是为我那些工人打工 我的雇员打工 没错 他说我替他们工作 为什么呢 我大概全球下来 七万多员工 这七万多员工 有多少家庭 没错 他们有孩子 他们要付房费 付教育费 要生活 我是为他们打工 所以这老板 为什么也不容易 他有时候那种上去下不来 他有一部分 他总算是工程 所以可以退出 有他的社会性在里面 不容易啊 一辈子 就是你你你你 再也不用还房贷了